然後其實我們這個服務基本上就是這四個主要的角色 救治中心就可能要提供一些案件編號事故的點位、醫院 要送哪間醫院,然後導航就是可以根據這個點位做好路線規劃 然後各個在路上跑救護車排程避免撞車什麼之類的問題 然後交控中心就可以根據這些路線去做流量的控制 然後耗製的排程,然後醫院就可以獲得一個精準的 服務抵達時間跟救護車的及時位置 然後去做一些在緊急處置的一些判斷 然後我們的解方其實就是可以達到這個事情 就是說縮短每趟救援時間三分鐘 那這三分鐘其實就同時代表每年可以多救活1895個人 可是我們思考了一陣子之後發現其實這個方法是有一些缺失的 所以我們提出一個全新的概念叫Emergent Service Exchange 那個是一跑哪裡去了? 被吃掉了 還沒出來 還沒出來 然後這就是一個我們提出的一個open source的一個平台 那就是把剛才那些角色通通匯集到我們平台 那這個平台就是開放所有的source support 也是透過一個公眾的一樣去維護這個平台 然後也促進各個專家學者的一些互動 那這樣子的話,每一個 每一個角色其實對我們平台來說就只是一個資料提供者 那資料我們就是透過公眾維護 這樣子就會變成現在我們模擬一個救護事件 救護事件它就是導航業者沒有辦法隨時隨地進入我們平台 因為這是一個有敏感度問題的東西 它必須要取得案件編號 然後以及真的有發生這件事故 它才可以拿到點位 它拿到點位之後 它就可以算出它自己要的路線 那這樣的優勢是我們就不會去限定說 我們哪一個政府然後哪一間特定廠商 因為這個是每個各個政府 它有習慣的廠商 那它就可以自己去製作出它想要的東西 所以是以地方政府 當作就是有權限的那個吧,完整 嗯,對 然後那它這樣子也有一個優勢是說 這樣路線它通通都會回傳到我們平台上的話 第三方其實也不用那麼麻煩去找每個廠商要路線 它只要跟我們要 那比如說Google或是Apple Maps 他們也可以即時的呈現 那其實可以再擴大我們的效益 那交通中心就可以根據這些預算出來的路線去做耗製的排程 因為耗製的排程是有週期的 所以我們要提前知道這些路線 它才可以在未來調整它的耗製排程 那醫院就可以有更精準的東西 那我們這樣子的ESX的平台之後 我們就可以三大優點 就是我們可以加速我們的計畫落地 因為原本那樣的狀態之下 可能需要發一個計畫 然後又要找一個區域 然後區域又要找聯絡隊 但是我們做好這個平台之後 是各地可以有一個統一的規格 然後各地專業團隊可以去聽地自己去開發他們使用的軟體 所以意思是他們會跑在自己的資料中心 而不是你們的資料中心 所以我們希望是有一個中心化的空間 但是台北市資訊局也有這套系統 為什麼不是他自己發Token 他目前裡面有的資料是運輸平台的資料 只是他還沒有救護車 但如果他今天想跟消防局合作 那他跟消防局談就好了 為什麼要經過你們呢 其實這個案子我們後來上次參加完黑客松回去思考 就是說我們原本的這個提案是交大資工系統 然後加上台北市消防局 那所以有些案子在消防局他們就有預算就去做 然後我們後來也查到發現衛福部有一贊同 他的計畫 他現在是高雄支援屏東 然後有那個應該是消防署有一路同 然後去券到AMIC 然後其實每個縣市政府有不同的標 是啊 這個我蠻了解 這是民生公共物聯網裡面栽的那一步 那我們就在想說 那我們這個案子的角色是什麼 那我們想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台北市消防局 恐怕就只能在台北市消防局這個範疇做 甚至我們想說如果我們是交大資工 都會有一點就是說那這個工信力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也許跟他認為討論一下 就是說我們有想就是也許我們什麼都不是 就是中本聰 就是我們如果什麼都不是 也許可以成就一些什麼事 那我們看到現在每個單位做的有一個問題是 比如說各縣市他們有標案 他們做出來的東西可能就不能連結 然後再來呢 他們有可能規劃出來的東西是落後 比如說他們可能沒有考慮到舊物導航系統 那有的沒有考慮到什麼跟Google Map Apple Map 確實啊 那他們有他們的這個這個主權範圍嘛 你也不能 你我也不可能去組一個標案團 把他們全部標下來 你可以去選台北市長 哈哈哈哈哈哈 應該有被選舉權 有被選舉權 哈哈哈哈 但是也還是只有台北而已 對 OK 對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有沒有 因為這一方面就想跟你請教說過去 像這種公眾平台 社會平台 怎麼樣有可能去弄成一個 我們社會的共同標準 也許我們一起來跟Google Map Apple Map想好嘛 我們就訂好一個Protocol 那這個Protocol 也許我們是做成Open Source 給大家要在自己的Private Cloud 去Rub 可以 或我們也許只是談了一個Protocol 甚至連Source Code都不一樣 類似像CAP市井Protocol那種感覺 對 或者是像政府的Open API Open Data 這種概念 所以 可是我們看到裡面 確實有一些東西應該要規範 比如說跟Google Map怎麼樣做API 然後跟這些導航系統廠上有很多家 我們當初是有情威是很好 但是相信也有別家 甚至你也不排斥Apple Map 或者是Kesla的導航系統 他也會做救護車用 當然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只要告訴他們一種 你們只要從這裡拿 你們的報案資訊 只要透過這個 拿到這個消防局的這個報案資料 那你就把你們已經規劃出來的路線 拋回Somewhere 那這個地方就可以讓醫療院所 一站同這邊去拿 或者是讓這個導航系統去拿去通知用路 聽起來你們跟醫療院通目前是最互補的 對 就是各自都做彼此沒做的部分 對 但是我們又不覺得可能以我們的角色 又不方便涉入實際的標案跟reformation 因為我們也沒有人要全職上班 也沒有一個營利單位 而且 所以您覺得怎麼樣做有可能 簡報就到這裡 對 OK 我建議兩個 一個是說 當然城市滿公開來贏取大家的信任 這個是必要的 因為沒有這個的話 大概其他人也會覺得我不如自己寫一份 比較快 對 因為大家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改別人城市不如改自己 改自己不如重寫 這個是一定的 對 那但是 你在open source的時候 還是要有一個場景 如果沒有這個場景的話 那其實別人當然覺得你的城市滿很棒 但是其實它並沒有解決什麼立即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說 就算只是把城市滿交給 好比像說你們已經合作的導航系統 去接一站通 就是一個不是N乘M 就1乘1 等於1 這樣子一個場景 這個還是很好 這叫最小可行方案 那而且這樣子的話 你們不用吸收營運成本 營運成本有別人在吸收 因為對它來講 這個就是一個 事實上連POS都算不少一個POC 那這個POC 也不一定會有那麼多人依賴它 但它至少證明說 你的這一套是可以省到時間的 而因為一站通 當時就是因為 就是氣爆的關係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打電話 就是互相問到底有幾個床位等等 所以就是說 一個major trauma 可以省到幾秒 也是它的核心價值 就是它的應用價值 是用省幾秒來算 那通常我們在談這種 合作的時候 如果雙方的那個 成功定義的unit 是一樣的的時候 是最好看的 其他你都要去做 就是一些文化轉義的一些工作 對 所以我具體建議還是先 open source 然後第二個就是 先發這種一乘一的這個流程 就是說一站通可以省到8秒 但是如果再導入WIFIC的話 可以省到16秒 但是或者說不定導入之後 就像口罩地圖再加上發號碼牌 反而會浪費20秒 這個也很難講對不對 所以就是並不一定 兩個社會創新加起來 總是有綜合效果 那綜合效果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負的 你不接上去怎麼知道呢 就是具體的建議 所以如果說 主委理事說 這個案件是兩名 就是公開有什麼案件 那第二個是 要可以贊同你們去 跟某個特定的案例 我會提贊同是因為 他算他成功的那個定義 跟你們算你們成功的定義 是同樣的 所以就是先找一個 有類似相同的 我們一樣是審計 他還是有什麼 對啊 對啊 因為如果你是省幾秒 他是就是發大財 那就是 這兩個不完全能夠互相結合 對 那像你剛剛提的 類似像公民 那你會為什麼 覺得 比較容易去落實實現 對 就是找到有人願意幫你operation 就是有人去擔任 那個 有東西當掉了 他要趕快修 對的那件事情 像我自己一面 上白天班 裡面還要維護 就是Hack Holder 用的那個 EtherCalc試算表 前兩天稍微當機 所以我昨天半夜 還站在那邊 升級Docker 什麼的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就是 Operation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但是這個又很難交出去 因為我就是DevOps 當了這麼久 這個Codebase我比較熟 我花五分鐘可以解決的 別的Ops可能要五個小時才能解決 對 那但是你們現在顯然並沒有想要白天 一個個月之後就是半夜在那邊10點鐘 休Docker 對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就是要找得到 對他來講 維運這個東西 至少對他並不是額外負擔的人 來做 那這個通常不是在導航商這邊 那就是在可能下方局或資訊局這邊 只有這兩個地方有Data Center 因為我們找到說 每個縣市的財政狀況不大 對 所以如果這種公益平常的話 對 或許對 比較 才藝沒辦法那麼雄厚的 那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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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想一贊同 實務上就是用高雄市資訊中心 對 也就是眼督會的預算 對 再幫屏東算救護車 嗯 事實上他已經是這個形狀 可是我知道 就是利用高雄的才藝去幫助其他 是啊 是啊 因為屏東後送不然要送到哪裡呢 嗯 對啊 所以如果像這種 這種平台如果期的話 你比較可能會到 土壤或是花園那種 都有可能 對 他可能他旁邊沒有 不像屏東旁邊是高雄 就是可能日資訊是這種情況 對啊 或者是說你就找一個醫學中心嘛 那有些醫學中心 他本身的運算能力很強 像那個 可能彰化基督的醫院提醒 之類 他他本身就一定的投資在這個上面 那他如果已經有一組OPS 那多跑一個Service 對他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沒有一組OPS 在那邊 他光是看到原始嘛 他就已經 頭昏了 對 所以並不是說一定要是政府 他也可以是私人醫院提起 或什麼 其實只要有一組OPS 在那邊就可以 嗯 嗯 可是這樣有點 第一個是如果是一站通 我覺得是可以往下跟他們談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什麼現有的窗口 那我真的 那我就直接把就是陳醫師的聯絡方式給你們就好 欸是高雄那個嗎 是當初有的那個 對啊 對啊 所以其實你們應該有兩個方向 有 就他死之前的卓越團隊 對啊 就是因為他得了前五名 所以我們就要不斷管考到他落地為止 OK 所以這個是沒有expire的期限 就是一定要在高雄開的救護車上面 跑他的那條系統 我們這邊才結出列管 嗯 所以他無論如何會成功 哈哈 就是會一直打錢到他成功為止 好 好所以一站通我們這樣聯絡 另外就是我剛剛這樣提起來 如果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說以我們理解這個東西 在花蓮或者是屏東這些地方跑 不見得是他效益最大化的 當然不是 那另外如果是解決塞車啦 那個什麼 可能反而是都會區 絕對是啊 可是如果一現在這樣談 好像都會去有錢 所以他們會自己做一套系統 因為高雄市也有都會區啊 對 也會塞車 對 我們有您覺得有什麼建議 會讓我們有機會穿透這種地方政府的關係 就是我們也沒有要進去偷啊搶啊做什麼事 但是我們只是希望說 大家幾世廣義 然後大家做出來的方案是真的是世界最好的 而不是只是我們把預算消化掉 可是我們要怎麼走會有機會 選市議員 選市議員 你看我已經講起了 我不是看我不是看我 我一旦真的去選 排二題就不是這件事 先下去湊錢啊 可是就是說 因為這個預算是市議員在審 對 所以不管是你要開一個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或者要開一個就是類似PMO的那種 資訊中心的這種專案 或者是以台北來講他們有那種時間長域的方案 等等 那這些都必須要市議員簽字統一通過 而且市議員能夠回去跟他的選區交代 說這個可以怎麼樣改變我們的生活 那等等 就是市議員他是一個就是中間轉義的這個角色 如果市議員都聽不懂 你們在做這件事的價值 你在那個城市是絕對不可能落地 對 所以並不是literally說各位要去選市議員 但是各位可能要選擇市議員 對 聽得懂的市議員 對對對 選擇聽得懂的市議員 當然越跨黨派越好 因為這種事情我想不會有一個政黨跳出來說 我就是希望救護車每趟多等兩分鐘 這樣他還是不用選 對 那所以他可以跨黨派 那跨黨派的時候他就會對市府造成一個壓力 那這個時候市府才會用比較先進 或者是比較借鑑的能力的方法來做 那這個反而在你講的就是 預算特別充足的市議會 這個他們很願意 因為對他們來講他們可以afford to fail 就是多是幾個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他如果財政狀況比較遲緊的話 他可能就比較保守 一般做這個事情 是那個要去標這個案子的那個方式 不是議員可以決定要怎麼開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說老實講 找這個民意代表 找政府 我們這段時間也有稍微去了解一下 就是我覺得以我們 這個事情的複雜度 比我們工作之餘去維護那個code還複雜 當然 那複雜到就是你會覺得如果我花那麼多時間去摸這些管道 又不是要去做生意 那不如大家都去加入中華電信研究員 還比較快 不是事實上是因為很多code他們在寫 所以您覺得像這種所謂的open source也好 open platform也好 其實要推動還是 還是很難 對不對 其實有很簡單的推法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的都是從代議政治跟行政體系推 這是最難的 但是就是你弄一個民間的版本 好像有一個叫子報在哪裡 非常的有名 他就是用空氣盒子去看說到底哪裡有子報了 然後就大家上街頭大遊行犯空物什麼東西 對 然後環保署就不得不在民生公共互聯網 去把他們設計的空氣盒子去進行校準 而且2.5之外現在可以量很多別的東西 然後在公園區裡面都掛起來 還有移動式的現在已經上萬個了 但是這個就是因為社會運動這邊的正當性 強過環保署 環保署當時才80幾個側站 對 所以都很準沒有錯 但是都離我們很遠 沒有人要理他們 對 但是這邊上萬個都離我們很近 其實很不準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夠多嘛 夠多 所以這邊的正當性變非常高 那民生公共互聯網它預算非常多 那為什麼就是因為子報在哪裡的用戶裡面 可能包含大部分的行政員跟立委 那所以這個時候這個社會部門的正當性越高過公部門 那這個時候推起來非常容易 他們話不到一年就推成功了 對 最初以前應該是說 大眾慣心的議題 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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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像我們這一套 這樣勾緊 然後感覺是 包括在救護車這些事情 所以對於民眾的感受性 可能就沒有那麼高 對 可是像為什麼一站同當時 就是可以成功 那就是因為大家對氣道的記憶 還是就是很新鮮的記憶 要床位什麼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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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來也有承報啊 有什麼 所以這是全國性的嘛 對 所以就是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 對 輸出民眾的切身力 然後讓民眾 民眾這個凝聚在這個這裡 然後去推動政府 對 對 那這個只要還要票的 都會一年之內就是願意完成 因為不然就難道飄飄了嗎 這樣 所以 事件的發生點也是總有一個態度 是啊 就像如果推進研究車 被擋到不能走 對 那時候路是這時候飛出來 對 當時的震盪性會非常高 對 或像說離島步步無限支援 就是臨時插隊 那也是因為當時就是 蘭嶼的黑衣直升機護理師 就是訓難 那後來發現說 遠距離調竟然不包含護理師 那所以整個社會在當時是非常不能接受 所以一瞬間連修法都通過了 那他們也是總統的黑客聳主義團隊 但是如果是今年 不對今年更好 你們是有疫情 但是舉錯例子 總之就是說 要跟時事結合 對 要做東西要看事情 是 剛剛講了兩個面向的推動方法 對 有沒有可能有第三個面向 因為我十幾年來主要是 資訊長的角色 是 所以 像這樣的東西 它各個縣市 自己有自己的這個project 可是 是不是有可能 比如說政府有個資訊長 照理講還應該要提供一個框架 或使用 就是說 這件事我們最好的做法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也許也可以找 願意一起來做這件事 我們成立一個什麼樣的community 然後我們找一些學者 大家定一個標準 然後 大家都 民視公共互聯網就是這樣推的 民視公共互聯網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當時的行政院諮詢長 就是吳振仲老師 那他就是說 那他願意 就是用科匯報的力量 來去統一全部的 如果大家看CI.台灣.GOV.TW 就是地水空災全部的資料標準 那而且這個很有用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這裡面完全沒有個資 你們這裡面還有一些個資 但是就是地水空災這四個領域 都不會有一條河跳出來主張說 你不應該聊我的水準 所以這個是無人反對 當時無人反對 在立法院一毛錢都沒有被刪掉 然後就這樣通過 所以現在還有這樣的角色嗎 現在還有這樣的角色 現在吳振仲老師現在仍然是科技匯報 辦公室復招也是科技部長 對 所以他現在等於自己在執行自己當年設定的計劃 對 所以如果這個 那我們能用這個approach 可以啊 你可以去看就是民生公共物聯網 它有一個推動辦公室 現在在科技部裡面嗎 在科技部 那以前是請呂中金老師 可能你也聽說過 對 那不過呂中金老師好像快要就是 呃交班了 我還不確定下有沒有是誰 對 所以如果這個平台裡面 再減少個資的部分的話 我請問各個問題 會不會接受 應該是說不碰到各自的 應該差不多 吳振仲老師都協調完了 對 就是 現在的困難是 呃沒有各自專責機關 或者更精確的來講 國發會是各自專責機關 但是 太新了 才一兩年 大家還不習慣有各自專責機關 何況又有人認為他應該是獨立的 因為不然國發會自己要踩油門的時候 沒有人踩煞車 這也是另外一種很常見的概念 對 所以只要關於各自的 現在協調成本 坦白這樣比較高 那所以當時民生共互物聯網 是很有意識的 避開了 所有需要各自專責機關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這個案 這個平台可以播出各自 因為 因為主要是救護車路線 對 跟交通狀況 你如果播出了 你就進入民生共互物聯網裡面 栽的那個體系 對 對 那這樣你直接去找他們公公室聊就好 對 因為 因為那個 就是那個被救護人 其實你可以把他Tokenize 他留在原本的地方 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走了以後 對啊 就是不要 對 不要帶他的個性 他就是個A君 對對對 就是救護車上面的 什麼生理機像代建醫院系統 那個交給一站同去弄 對 你們完全不碰那一塊 對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對 對 所以你剛剛講那個是民生 公共互聯網 公共互聯網 對 所以現在是科技部 科技部主導 對 那我們去找 嗯 我們去找 我們找 會離我們嗎 還是 其實他就是有一個推動辦公室 有個推動辦公室 直接找那個推動辦公室 因為每年都要給獎金 我們才剛發了三百萬出去 對 就是他有一個推動的資料應用競賽 嗯 那今年好像是一個用手機模擬農民利 羊蛤蜊的一個APP 那這個很厲害 因為他可以讓傳統的農民都用農民利的方法 讓他知道說文革要用什麼 就是在什麼樣水質 什麼樣的天氣 什麼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樣子投入才不會寫文歸 那但是他把UX做成就是真的很像 農民利的那個樣子 所以這個我們剛說文化轉移 這個是很成功的 就是他不是傳統的資料視覺化而已 它是有一種球籤的那種味道在 就是其實很厲害 對 那所以就是像這種case 也許你們也可以考慮啊 因為我們從總統拜訓的角度來看 我們只能每年管靠這麼不對 我們再多我們也沒有capacity 但是如果你在民生工物聯網裡面的話 那其實他管靠的強度 雖然只是在這麼局限的範圍 但是不管三百萬還是一百萬 總之有一點錢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他會繼續幫你follow up 嗯 對啊這樣好像是可以 還有別的角度嗎 應該就是三個角度 嗯 我聽起來大概目前我所知道的 我可不可以請教你這個題目以外的問題 可以啊當然 就是你在我們見面之前你有複習資料 不然你怎麼會記得每一隊當初提什麼案 你是直接就 因為有睡滿八小時 短期記憶有一些短期記憶 對對對 唉你請問我一問我另外一問 剛剛一個回答我 就是我是台北市消費局 在最近在想一個問 就是個失法 對啊 我們現在雖然法律不一定是 糾塵也可以錄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發覺實在是 比如說我救生到了 我們也糾塵下去處置的 這一段期間是沒有辦法錄的 對啊 因為你的收集目的就是不該當收集目的 因為我們有問過女子律說真的有涉及到各自這些事情 那你剛有提到各自 但你要錄影後來做什麼對不對 你收集總有一個目的嗎 後面目的是什麼 目的應該是說為了評管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平時管理這些事情 就其實我們都有教學訓練說 同時要做什麼事情 我也相信同時會做 但其實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做什麼事情 其實沒有很遲到 那我們有想過說 假設像去識別的話 比如說我這樣應該可以錄 可是你錄的話 你反而同人錄不到對不對 沒有 應該說我等於是代命錄機這件事情 然後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我都看得到 還做什麼事情 你是誰 這個角色是誰 就是他的錄影一下完之後 錄的人是誰 錄的是救護人員 他自己帶自己 救護人員 所以他反而錄不到他自己 他錄不到自己 但是他 因為每次出去 你會有兩個救護人出情 所以他們互相監視 對他等於比如說我這個人 他異上 我可能就是主動 不是要做什麼 現在的警察都有這樣做 警察是有法醫局 警察是有預防犯罪 他有那個個資法裡面 就是我們的個資法比較奇怪 歐洲的都是說 為了歷史研究可以排除 我們把人家超過來之後 歷史研究改成為了預防犯罪 所以警察 警察度是有法醫局可以排除 反而是可以說我們要救人 結果到現場這一段是不能夠 對啊 因為你沒有辦法說這是預防犯罪 這個超的人一定自己正數 每個地方的社會常規不同 對就是說我們這邊很多人可以接受 預防犯罪在街上裝監視器 對 那就是因為已經有那個社會常規 所以當時超來的時候 如果你不加上預防犯罪 這些結果就是全部要拆掉 對 對 那所以 當初應該 如果是某國應該會寫說 為了社會穩定 對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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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這個 對 某個政治實體 在這裡一定是這樣子 對 OK 對 那我這邊要講的是說 因為在目前的個資法架構底下 確實目的之外沒有辦法去做收集 對 但是如果那個人自己同意 他收集他自己的個資是不會有人反對的 那現在困難是說就是被你們救護的人 大概已經已經沒辦法行使什麼 然後自行同意權利了 對 因為下一個一個問題就是 欸 到人家的教育是算是人家私領域 嗯 要同意他同意這一次程度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監控我自己的動作 但是完全沒有拍到別人 舉例來講嘛 就是說我們在VR裡面 對 我們是其實是可以裝motion capture 所以就是說我可以兩個手腕隔在一個 然後之類之類 那他可以在VR裡面重建我的身體軌跡 可是那只有我自己的 跟別人一點關係沒有 對 但是你的救援員未必肯帶這種東西 對 或者如果你只是錄音 你在那個 你在那個錄音設備裡面只錄到他自己的 跟錄音其實就是 但錄音的功能就是有點像蝦子摩扇的感覺 對 大概他好像在幹嘛 對 但是其實不知道他真的在做什麼 其實最好的是什麼 就是說他救護人不是想要抬東西嗎 對 你幫他裝個外骨骼 然後呢 他只要一感覺到他要抬重路 他就幫他實力 就工業院有那種 對 那外骨骼本身就會紀錄外骨骼本身的移動軌跡 所以這個比剛剛講的手腕什麼都更好 因為他記得就不是個子 而是那個外骨骼怎麼動 因為那個外骨骼自己會有自己的紀錄 所以如果你剛剛提到戴手 我讓每個救護手就會戴手 我只要時候再重建他的國際 這其實很可惜 這要在他同意之下 一定可惜 沒有 沒有 是這樣 一條龍你就是那條龍 對 OK 了解 因為我們這三次沒有辦法入到 就是 避患或者假 今天是他私領域這件事情 對啊 但是就是說 我即使在你的私領域 我的身體軌跡跟你無關的時候 對對對 那其實個子法並沒有限制 但是就是說 這還是要符合比例原則嘛 所以說 我是一個救護人員 你要證明說 這個對於我的救護他有必要 那你剛剛是說是為了評管 這個到底是不是有必要 你還是要去問你的律師 因為我畢竟不是律師 對 但至少這跟家屬的關係就切開了 好的 這樣大概這樣 接著會提後的方向 這樣大概這樣 這樣大概這樣 OK 差不多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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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照剛才這樣 對啊 謝謝